日出了 天晴了 冬去了春来了 阳光把大地铺满了 日子要好好过 日子要好好过 好好过 日出了 天晴了 冬去春来了 我们要好好过 好好过 随随年年一道者 年年随随一首歌哟 年年一首歌 一首歌 天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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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妈 这是长青家吗 你谁呀 我是长青的朋友 长青 长青 你咋来了 我来看看你啊 谁呀 长青 妈 那个她其实是来找小英的 大妈 我跟长青是朋友 我叫胡小军 我是到隔壁大队玩的 我顺路呀 过来看看长青 长青在这里上学的时候呀 跟我妹是同学 我们早都认识了 好 是这么回事啊 你坐 坐 谢谢大妈 我说谢谢大妈 这儿吧 喝水吗 不客气阿姨 谢谢啊 那我去找小英去 我们也来订阅一下 走 怀孕了 真是怀孕了 不敢吓喝水吗 我就这样 真的 就这样 怎么会儿 阿姨 陈琴 陈琴 快点 来来来 这有事 是 快快快快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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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吃啥 我想吃 我想吃凉披萨 妈 大姑娘家的 一点也不知道稳着点 跑个胡吃带船的 小英呢 小英 小英她不在家 看看 那个 小英她妈说她出去了 出去了 小英 太困了 慢点 菲菲 找我有事啊 来 听课 开什么玩笑 什么事 说吧 给你看个东西 孟二长 你怎么又上墙了 快下来 你看 这可是好东西啊 你从哪儿搞到的 我写信给我爸 他凌晨三点钟排队啊 在新华书店买的 他说啊 排队买书的人 都排出好几条街了 你看 你要是不好好复习考试 怎么对提老人家 这番心意呢 你考不考 我倒是想考 想考那就考啊 我是这么想的 你看 我要一个人复习 肯定会遇到很多问题 你说你跟我一块复习 咱也不白费 这套复习资料嘛 咋啦 怕考不上丢人啊 难道不是 王老师 我可不胡说八道 这可是改变你命运的机会 你可不能轻易放弃啊 行 考 那咱们说好了 拉钩 你怎么还没下来啊 蒙日常啊 你怎么还没下来啊 快下来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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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停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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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踏步前面的啊 来来来 后面的跟着跟着 来 立定 来 听我口令 小心 来着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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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干脆 你回去看看 就是的 你跟队长说一说吧 你休息休息 那扣我公分咋办 我多半点儿的 不是 那怀孕了不能劳动吗 要是有个啥呢 那行 收上去 怀孕 我在我们队里干活的时候 从来没有像这样 这咋感觉像不对的 就那个王守义嘛 就是 天天少席立正的 行了 你想吃点啥 赶紧跟妈说 妈 回来了啊 下工了 长青 嫂子好 这是 嫂子好 这里来人了 谭妹妹跟长青是同学 行 那快坐快坐 你们聊 你们聊 走了你妈 妈 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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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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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咱俩俩吃啥 你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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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屁股真呢 来了一下 好了 也不是我走的 好不过没做法 我看长青倒是挺高兴的 是吧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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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嫂子 那我就先走了 过两天再来看您啊 对啊 我走了 吃完饭再走吧 行呀 我 我刚好有点饿了 那就吃完再走 当然 有 analytique 有什么 咱农村啊 没啥好吃的啊 对 阿姨 嫂子 别客气 咱有啥吃啥 家里就剩一样变了 那就吃面 行啊 面就面 我最爱吃面了 那就面啊 吃面 眼睛真烘 回家回事呀 啥才回事呀 你看 装骨头是不是 不是 她来找晓英呆 找晓英啊 那上咱家干啥呢 就是 今天 night 那腿在踏实上长着 我又不知道吗 好了好了 啥呀 这儿也站不下 用不着你帮忙 你去陪人家客人去吧 你倒点水去 去去去 去吧 你别在这儿忙活去 你喝水不让长青给你倒点 谢谢嫂子 王老师 我刚这翻了翻 好多题都不懂 你可得帮帮我呀 我也扔了好多年了 试试吧 这突然多了这么多书 一下子脑子全是蒙的 就连一点重点和计划都没有 你这样吧 你呢 先学历史和地理 这些都是死记应被的东西 这些年我教孩子们 也基本没扔 别的科目呢我先看看 然后呢 我看懂了我再教你 好不好 那太好了 那这样 这本我先拿回去 这些复习资料先放你这儿 行 对了 那我们去哪儿复习啊 就在学校吧 孩子们一放学这里就安静了 好吗 行 没问题 行 那我走了 走吧 再见 好 好 事红呀 你这是我给长安哥留点面 留吧 鸡蛋 这这 妈 你给我炒个鸡蛋吧 这米面油盐呀全靠这几个鸡蛋换嘛 妈 今天要是来客人 谁舍得吃呀 妈 我都不记得 上次吃鸡蛋是啥时候了 我也不记得 就馋着口鸡蛋 妈 欢欢想吃 你就给它吃一个呗 不行 有客人了 下回鸡下了 我就给你收着 给你留着 这脾气还大得很 不让吃鸡蛋还使性子呢 妈 回头我再跟你说 你先拿鸡蛋吧 妈 我去叫长安跟长泉吃饭啊 好 快去 长安哥 长安哥 世宏 你咋来了 长安哥 回家吃饭了 吃饭 我现在不饿 你们先吃 我再看会儿书 你再学习也得吃饭哪 不能饿肚子 我告诉你啊 这套夫妻资料 是孙菲菲的嫁人寄来的 医术难得 我得赶紧看 那行吧 那我把饭给你送回来啊 今天吃长面呢 是吗 不用送 我再看了爷叔 两步我就回去了 那也行 你就回来吃 随回随下 行吗 行 妈 你会抱娃吗 我不会抱娃 你咋长大的 你生下来就会走啊 对啊 妈 我跟你说 我今天跟人家学了 她说那个娃一定要 捂着腰 还捂着屁股 妈 你看得好玩 以后没事啊 别人家那碎娃 轻易别抱 现在这娃都金贵着呢 你说 要是有个闪失 算谁的 你要真稀罕娃呀 赶紧给牛王生一个 妈 妈 这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事 咋 咋还真是这样 不行 这得跟你爸说去 这可不是小事啊 要说你去说 我可不好意思说 不用你说 我跟你爸说去 妈 我今天听人说 这个孩子要长得好看的话呢 你就表现他长得难看 他长大就会长得漂亮 那我小的时候 你和我爸是不是表现我 难看来着 反正你小的时候啊 你爸听说你聪明来着 夸我聪明 我本来就聪明了 聪明了 聪明了 爱妈 你啥意思呀 嗯 好吃 吃 给你八十四 嗯 嗯 太好吃了 好吃啊 好吃啊 那 再来一碗 行行行 再来一碗再来一碗 来 嫂子 辛苦了啊 好好好 来 谢谢阿姨 你好好吃啊 好嘞 吃饱点啊 好 妈 嗯 没面了 我咋能不知道呢 妈 你碰上这饿丝鬼道斋 有啥办法呢 你要不让他吃 那前四碗的面子 就都丢啊 可是那一碗是给长安哥留的 他现在复习呢 他得吃好啊 你看 那三家一点白面都没弄啊 先熬个稀饭吧 好 明天呀 再去撑塔几几面 让长安呀 眉眉地吃上一顿 那早知道我这碗 我就不吃了嘛 行了 行了 下巴 来 来 来了 来 来 我这儿都吃完了 妈 那碗还没刷呢 爸 我 我不是 我不爱吃 你吃吧 你吃吧 鸡蛋你都不爱吃啊 害我都不知道 那我吃 也不是 那个什么 今天 今天不想吃 明白 有那么句老话 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 啥 叫不孝有三 无厚为大 听说过 听说过 知道那是啥意思吗 谢谢阿姨 谢谢阿姨 勾勾勾涮 好 好 来 真好吃 慢慢吃 慢慢吃 别噎着啊 饱了 我给你盛碗汤去吧 不用不用不用 原汤化原神 不用 我骑车子回去就消磨了 不用 不用 那阿姨 嫂子 那我就先走了 走了 吃撑 那我就先走了 晚上天黑 你骑车子小心点 阿姨 那个出大队是朝东走 还是朝西走来着 让长青给你带个路 长青 来 阿姨 阿姨 我就先走了啊 走了 嫂子 谢谢啊 谢谢这俩字 咋这么贵呢 哥不是吗 总算走了 吃那么多 没有啊 我就可惜那俩鸡蛋了 妈 你知道今天换换为啥想吃鸡蛋吗 为啥呀 怀孕了 啥 怀上了 真的 嗯 我的欢欢娃呀 看怕你高兴 你看 你这会儿给她吃俩鸡蛋 是不是后悔了 真是 我还把娃换一个 你看我想吃个鸡蛋 我把娃换 不行 我去叫她去啊 欢欢 你看 妈都没舍得吃 吃啥呀 点线 嗯 嗯 嗯 好吃吧 好吃好吃好吃 好吃多吃点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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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肥了 嗯 嗯 妈 妈 再吃 嗯 那你走吧 慌傻 我得回家了 慌傻 你不说实话 你不老实 我咋不老实的 你 你说你妹跟我是同学 你才不老实呢 你凭什么说我不老实呀 我今天来的时候 在大对口看见小英了 我 我是去找她了 她不在家吗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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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啥 看你啊 看我干啥 你长得真好看 我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你 喜不喜欢我 我得回家了 我喜欢你 出闻 感觉咋样 挺好的 就是蒜味有点大 你笑啥呀 周浩 好 下面 可把我饿坏了 怎么了 查安哥 我要是知道那个面不够吃的话 我都不吃了 啥 啥 巧克力 啥 糖 走了吧 不是糖吗 咋还是苦的呢 大江 大江 这咋这么早啊 啥事 你没事 我 我怎么来看你啊 空着俩手扛着个脑袋 就这么看我啊 上坟点报纸糊弄鬼呢 说吧 啥事 你没事 我这不 我真来看你 那茶挺好 我姐呢 啥事跟我说 找你姐干啥 好 快吃啊 一会儿还上工呢 我今儿不去了 我今儿要复习功课 你们待会儿给我点名啊 好的 没问题 你们先吃 一会儿吃完搁这儿 我来收拾 好 查安哥 你刚考复习 晚上回来吧 用不用我给你送饭啊 不用了 真的不用了 快回吧 查安哥 没事 你走吧 真没事了 你走吧 好 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我还有一口呢 你吃就是浪费 明王 你干啥去啊 上工啊 你又不是劳模 你齐齐啥 这啥都收拾了 还有啥事啊 这钟子还没响呢 你往外出去干吗呀 等下啊 我跟你说啊 今天你给我请假 这没病没灾的请啥假吗 会扣公分的呀 我给你补 为啥呀 我病了 你病了 就 你找我姐这样 像有病吗 你这玩狼子装大胜狗 烦人 行 那我去对部给请个假行了吧 你去啥对部嘛 这说了算的不就住在这儿吗 爸 我今天不舒服 你让牛旺在家陪我一天 你想扣公分你就扣吧 你要是在家呀 非得闹个鸡犬不宁 谁也不得安生 我走了 大叔叔爸 走走 跟我处理一下 你咋还不走啊 我早不见 有点事啊 你啥事 有事 来 来 来 有事 刘丁香 到 王长泉 长泉在生口棚给牛喂食呢 一会儿就过来 那个 张建国 到 孙菲菲 到 孙菲菲 到 这有几个孙菲菲啊 你咋死啊你 我还不玩 老子再去 阿姜 我上了厕所啊 是 孙菲回来啊 好 姐 谁 你大白地 你看我出去 不把他给活劈了 姐 姐 你鬼叫我 追前门啊 生死了 你大白地你锁啥门啊 别叫 姐 谁 追前门啊 你怎么跟你玩命子呢 孙菲菲 孙菲菲 王会计 你找我啥事 我找你啥事 我还问你为什么不去上工啊 这不恢复高考了吗 我打算参加考试 你说考就考啊 谁同意了 同意 参加考试还需要谁同意啊 不要以为你是城里来的 我们队里就没有规矩了嘛 你要想参加高考 得队里同意 正审合格 就你不参加胜展这一条 正审这一关 我这一票 那就不能给你 你少吓唬人 我正准备去队部请假去呢 而且我底子薄 考期又越来越近了 不妥产学期肯定不行 你说请假就请假啊 我不同意 你不同意 你不同意 我到队部找知书去 知书人不在呢吗 不在 我去他家找他去 孙飞飞 我可告诉你啊 你不要拿知书来押我 投票的时候他只有一票 我是队会见智宝主任 我有两票 你说这 啥事 这事还真有点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还有不好意思的时候 说吧啥事 就是相同你们都是一个女的 我说呢 你平时一年都不来我们队上一次 现在天天来 就因为喜欢一个女的是吧 是不是啊 我大老事都被你破坏了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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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事你得帮我忙 投给我整不会的 还有把你整不会的人 就这一事你帮我干吗 以后当牛做棒 你让我干啥子 你以后啊 就别来我们家就可以了 你说吧 谁家的女的 不是谁家 石头里蹦着 不是 就那个 廖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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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不是在家啊 早了 我找他请假 他去哪儿了 在队部 那我走了 我带你去 不用 咱们队 队部我还认识 我先走了 再见 干 干啥呢 你 你 你不会喜欢是他吧 咋呀 你笑啥呀 你笑啥呀 你笑啥呀姐 不是 你 不是 你 你知道什么叫 赖 赖蛤蟆想吃天鹅肉吗 咋啊 那赖蛤蟆还不能吃口天鹅肉了 不是 赖 赖蛤蟆能吃 要飞呀 你 你点飞呀 你们注意了 还退步开会 必失努得来 王大爷 这大晚上把我叫来 就要开啥会啊 啥啥会 非常严重的会 都是认真听 认真记啊 啥事啊 你就听了就得了一块 师叔 你这今天这会议的议题是啥 有人消极待工 不积极参加劳动 还拉帮结伙 气上瞒下 还有预谋恐吓领导 你说这些事都是咱们队里的 出这么大的事我咋一点不知道 直书啊 不是您不知道 是敌人隐藏得太深了吗 哎呦喂 这怎么还出来敌人了呢 你别管 你不管啊 你等我一会儿 一点点把他们虚假的嘴脸 跟你剥开 你剥谁呀 就是那几个知青啊 直书啊 你知不知道 没事他们就在一起 这不就是拉帮结伙 你真是隔阂看着蚂蚱腿啊 那咱队上的人也都一堆一堆坐着 那都是拉帮结派啊 来啊 精神精神啊 这人都到得差不多了 那咱们就准备点名了 廖直书 在这儿呢啊 我忙着安 到了 这人来得差不多了吗 直书 大村和牛啊 大村病了 牛丸在屋里指引着呢 那个除了大村生病请假了 牛丸请假了 这基本上都来全了嘛 来来来 给大村让个座 让个座 来来来 大村坐这儿 大家伙儿都看看啊 大村同志 带兵都要来坚持会议 这是什么精神 是大家伙儿值得学习的精神吗 对不对 不像是有的同志 身体好好的 就是不参加劳动了 你是说我吗 咋啦 我说你说得不对呢 还是你不能让人说呀 我今天是没去上工 可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我要复习准备考试 廖志书 我今天去您家找您请假来着 没找着 不信你问大村 是 大村 你生病不要说话 你可以白天劳动 晚上复习嘛 我也跟你说了 我底子薄 晚上那点时间根本不够用 我不管你薄后啊 你不参加工作 这就是不对的 张审这关 你就获不了吗 不是 你 凭啥呀 凭啥 学习有什么用啊 王快姐 要照你这么说 明天你家娃呀 就不用来学校了 王老师 这不开会了吗 你 你别搗争 别搗争 我可不是捣乱 不瞒大家说呀 我也想考大学 如果在你那儿 正审这关过不了 我也报不了名啊 我得提前跟您说一声 不 你 你 你这可不行 你要是考上大学了 那咱队里这些娃咋办吗 你不是说了吗 娃们不用上学 分人 分人啊 其实啊 我也就是考考试试 不过要是万一考上了 多取点知识 回来不一样可以 好好带娃嘛 你说呢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大家快进行进行吧 你是你 他是他 王老师 你这 少跟我来这这儿了 不就一天没上工吗 就是 起舞我们人少是不是 我告诉你王守夜 打明天起 我们全都不上工 你不就想扣我们公分吗 我告诉你 明天开始吃饭我们就去你家 你到饭点 我们就去他家吃饭 早上我们都做饭了 智叔 你看着了吧 这是不是拉帮警 这是不是搞小团体吧 你这做是我支持我 就小团体怎么了 来来来来 这给你们厉害的 也给你们厉害的 也给你们厉害的 别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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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呢 坐下 坐下 智叔 我能说两句吗 说吧 我问大家个问题啊 大家说 咱们村子里边 什么声音最好听 牛叫最好听 牛叫最好听 我觉得呀 咱那个钟声好听 你是喜欢上工的人 你让我说呀 王会计的声音最好听 好听 好听 这叫我说呀 咱们村子里边 最好听的声音 是孩子们 朗朗的读书声 我特别喜欢 站在教室外面 听孩子们读书 听那声音 听那声音 飘出教室 飘出校园 回荡在咱们村子的上空 让咱们这不富裕的生活 不美的村子 显得充满了诗情画意 说得多好 说得多好 就是 在这朗朗的读书声当中 我听到的是孩子们 对知识的渴望 对梦想的追求 对父母和老师的报答 还有对命运的呐喊 更重要的是 我听到了民族的希望啊 中断了十年的高考制度 为什么现在得以快活 为什么 说明我们国家 开始重视知识 重视人才了 廖志书 这种机会不容易 真是太不容易了 大家说哪 是啊是啊是啊 你十几年没有高考 就是给孩子们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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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上大学是好事啊 你说呢 好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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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今天就在这儿给大家表个态 孙飞飞啊 你从今天开始 就认认真正地在屋里复习 准备高考 不用出工 工分 一分不少你的 太好了 谢谢廖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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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考大学有啥用吗 考大学能进程 能吃上面的呢 能吃上面的啊 那 那不上工也不扣工分的 爸 我报名 我们家牛昂也报名 谢谢廖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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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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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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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身边 我会觉得很温暖 纵然是千辛万苦 也要坚持着向前 向前 狮子红满天涯 狮子红满天 风雨之后更鲜艳 更鸭更鲜艳 回首那过去的事情 织不住的泪流满面 泪流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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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狮子红满天涯 狮子红满天 狮子红满天 泪流满流满天 烫流满眼 放下了所有的悲伤 挑起了潜禁的重挤 恩多一点美丽小脸 笑脸 放下了所有的悲伤 多一点美丽的笑脸 狮子后满天